欢迎收看,有篇有册,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JD大叔哥 感觉话说我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奇怪的诅咒 每逢顶级起见就熄火,要么干脆就没有,要么如假包换工程版 再要不就跟今天这Note10 Plus一样 好不容易抠车来不说,纯裸机咱且不提 还就只有一天时间,场面失控 说吧,只能罢了咖机,不说吧,又觉得亏得谎 索性还是简简单单,花里胡罩都去掉 咱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吧 虽谈不上细品,但我也会尽可能去涵盖 OK,三星Galaxy Note10 Plus 5G版12加256GB纯属组合密斯白配色 你说这名都谁起的呢 这应该不是密斯白白小姐的意思吧 洁白白几白,好像哪里怪怪的 不过当然,目测应该是想扣本次极简设计的题 取的是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之名 想到这儿基本上本集一半的问题,也就都影刃而解了 主打少计时多 原本选了首特别适合此刻三星的歌 但是时间实在不够,只能来日方长了 Note10 Plus上手第一感觉 也许是由于它的简约与方正 碰有点2030索尼新机预览的即时感 对于双面双曲玻璃外加轻量化航空旅机身 整体远比想象中要来得轻薄 周身设计极致简约,纯粹,没有一丝多余之处 但仔细品味又绝对不简单 仅遵的元素间缓缓相扣,毫无刻意的痕迹 而关于屏幕,如果展窃抛开额头挖孔的问题 这就已经不是震撼不震撼的问题了 近乎纠集的屏占比 点亮瞬间甚至会给人一种大音牺牲大象无形的错觉 平坦而开阔,仿佛这就是手机自然该有的样子 以至于一开始会让人忘记所谓屏占比这回事情 不过当然,稍宽的机身,外带相对较为方正的四角 对于手小的同学来说 单手确实还是难免多少有些不好驾驭 试测整机裸重199克 一切都变大了之后反倒变轻了 触控比大致3克,轻如5屋 机身长度162毫米,宽度77 上中下厚度基本都围绕在8毫米左右 主折为8.67,突出机身大致0.6毫米 由于手头没别的机器,黑山R Pro作为常规大体格来简单做个参考 好像这么一笔Note10 Plus似乎也没啥可不能驾驭的了 跑出厚度里外里也就宽度差了多点 可这点好像又无可厚费,毕竟是Note 整体个人感觉身形控制,依然非常不错 能把金属机身窄到这个份上,依然还能确保手感 恐怕双面双距玻璃夹金属都二怕 三星感受第二还真是没人感受第一 印象中上次玩超窄的还是诺基加842口 不过做的确实比较牺牲手感 为降低玻璃损毁概率,Note10虽然金属部分也略微突出机身 但各部分过渡仍旧圆滑,全无各手之处 尽管双面玻璃没有做到1加7 Pro白弯2.5G那么夸张 但好在上下边缘也都设置微微弧度 确保手感之余提升了精致度 没中不足,玻璃与金属间还是仍存公差缝隙 这点以保留有微缝听筒的顶部最为明显 不过好在倒也并不影响防水 屏幕边框,这个应该是妥妥的毫无正义了吧 等下我找个苹果来,咱再简单细瞅瞅 相比苹果这两点的标准 如果算上塑料支架 视觉上Note10只能用震撼来形容了 看起来仿佛就只有苹果的1分之1 不谈其他一打眼说这几乎是两个实在的产物 似乎也没啥太大问题 但话说回来,尽管Note10额头及左右边框 均要窄于iPhone10,但纯论边框 下巴还是苹果这边,仍要小生一筹 到这里也果然还是不得不先简单提下本机的最大争议之处 居中的前设屏幕挖洞 这个东西怎么形容呢 坦率讲个人本来就是强不正 从视频或者照片想象中来了解本机时 看到这个洞我几乎是崩溃的 当真没有办法把视线从这个洞上移开 不过等真机上手 我发现干扰并没有想象中来得大 也许是屏幕足够宽广的缘故 事实上获取信息时 视线大多数时候只围绕在屏幕中下段区域 且随使用时间的增加 自然而然也就一定程度忽略了黑洞的存在 这一情况如果之前你使用的是相对小屏的手机 再来用Note时会很明显感知到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 甚至你可能会以为前设只是状态栏中的一个图标 加之可能很多时候对称居中的物体 都并没有非对称那么容易引人注意 脚小的开口外带下眼就是状态栏底边 而状态栏大部分时候都会随APP的不同 去自动适配颜色 整体干扰确实用起来之后没有想象中来的大 至于对触控是否有影响 实色自带的笔几乎是毫无干扰的 如果是手指的话 大多数时候OK 只有极少数部分凑巧的情况 可能会影响到实际使用可以忽略不计 脚的部分其他除了超窄微风听筒外 再就是前色右侧隐藏的屏下光线距离感应器 十分隐蔽几乎看不见 但灵敏准确 超声波指纹识别 可以看出形质与其他各家偏爱的屏下拍照方案明显不同 位置尚移 方便使用 实色速度上也的确有所进步 个人感觉与常见方案已然并无明显差异 不过可能是由于先行版的缘故 这版尸首解锁还没有准备好 正常是支持的 线线震动 震感紧实厚重 手感不足 震感模拟算法同样十分到位 没得跳 我们来简单听听看 机身顶部除覆卖与卡槽外 还单独设置有一个听筒扬声器开孔 确保声道对称 三选二星马沙朝支持扩展存储 按键方面个人感觉手感稍显一般 不过倒也不至于犯什么毛病 底部除了笔之外还是老三样 外放效果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吧 同样没得跳 手里可能也还是就黑杀2pro的外放 算能拿得出手 还是一起听听看 这里需要注意黑杀声音还是偏向一侧的 而Note10仔细听 鼓点的左右移动也是可以呈现的出来的 让我与你我别再紧紧抽出我的手 让我与你我别再紧紧抽出我的手 好思念从此深根 画念从此平坤 每一分 2003 mucho Guy 热泪 在心中灰尘河流 前世 reluctant cómo 強热 目前市面上大概企业就两家半支持桌面系统 三星华为锤子 Note10 Plus支持一线触控制列 不过似乎不支持给屏幕反向供电 另外本次三星的这套DEX体系 也加入了对常规桌面系统的支持 也就是比如你连接Windows 就可以在桌面上再生成一个手机桌面系统的窗口界面 使用性颇高好评 时间关系这里就不单独演示了 至于这根笔记相信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 常规的注入写写画画 新闻快写截图拖拽翻译等等 以前也都演示过 这里就不赘述了 都依旧支持 本次主要是电容换成了内置锂电 同时出之前的按键单窗机操作外 又加入隔空手势操作 不过实测 这个东西目前只有在特定的APP中可以使用 并非全局 使用时需同时安装按键 且有一定学习成本 个人感觉还并不是十分完善 实用性有待探究 这里还有个好玩的东西就是AR图样 可以自动识别跟随 不过受限于单摄前摄 还是一定倾向于平面 画面空间感层面 同样仍存提升空间 相比之下 我还是更喜欢这个能够识别面目表情的表情贴纸 还是挺好玩的 屏幕方面 这可能是最没啥能说的部分了吧 Note10 Plus采用柔性双触发孔19b9 6.8英寸动态AMOLED屏幕 分辨率为3040x1440超2K 穿梭中除了不支持高震率 妥妥的顶级屏幕 首先第一点 既然是三星家的高端 彩虹我而知不可能存在的了 同时得益于超2K的分辨率 观感上也可以说是相当的细腻 纵使尺寸来到6.8英寸 这个清晰细腻的程度 也依旧是市面一般主流 大致2340x1080所无法比拟的 只是同样由于大尺寸 外加过于出色的正面观感 变换角度偏色这件事情 在这里反倒被凸显了出来 角度变换之下 可能泛蓝偏绿 也可能泛红偏品 不过当然 毕竟也算是OLED通品之一 倒也不必过于借怀 既然几乎是完全为显示效果而成的屏幕 DC调光是别想了 亮度低于90% 即进入PWM模式 日常使用基本就是全程PWM 但这里不得不承认的是 尽管如此 也许是得益于其他基础素质 这块屏幕就我实际体验来看 确实相对一般的 使用中眼睛要有相对明显的舒服的感觉 这种情况难以界定 也就只能这样来描述形容 亮度方面 平均手动最大亮度410尼特 最亮专注差值仅有7尼特 相当的均匀 强光激发轻松怼爆霸败 来到平均817尼特 最亮专注差值51 没有出现阴阳品的迹象 局部最大亮度可以来到恐怖的1230尼特 色彩表现方面 这里必须说明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自从这两回改成Dynamic AMOLED 号称色彩可以自行动态调整 且支持色彩管理之后 除了官方自己宣称的色准 圈外几乎没有人能用民用设备 在非实验室环境浮现出那个结果的 要么就是直接不测了 要么就是全用的官方数据 再或者编个数 还有就是吹牛逼说能用相册测出来的 更是纯属测读的 这是个尴尬的局面 时间实在有限 尽管这台现金版色彩表现 我也耗费大量时间进行了完整测试 不过最终结果感觉并没挺好 不确定之前这里也就不拿出来说了 等回头有了量产版咱再看 触控这里似乎同样没有太大说的必要了 毕竟也算是老牌主打的点 拍照方面从上到下 1600万像素超光角 然后1200万像素主摄 熟悉的S5K2L4 单位像素1.4微米 支持光学防抖 最后两倍光变 1200万像素长焦 同样支持光防 Plus版与普通版区别就是多了TOF景深模组 也就是补光灯下边的这两个 由于机器停留时间实在过短 具体样张也没来得及拍 只能先简单看一出夜景积入光吧 相比3000元基础版IMX586 Note10可以说几乎不管有亮没亮 或者是不是开了夜景模式 总之解析力算是稳作钓鱼台 笑看台下花开花落 光线与色彩表现都是更倾向于还原 虽然直拍并不会刻意去拉亮 但该有的细节也是一样都没丢 同时色彩也不会给人任何过于浓艳的感觉 一旦开启夜景模式 仿佛上帝折在你眼前的布脸 总算拉开了 豁然开了 画面整体明暗把握相当到位 这种极限弱光条件下也几乎如履屏地 干脆纯净 亮度细节通通都有 同时又不会让你明显感觉午夜假的像白天 想拍兴一下OK没问题 只要你不是阴天 甭管短暗 小心翼就能摘给你 配置方面 普通版骁龙855外带UFI 3.0 还是先愉快的跑个份 GIG BUNCH大概多合都没有什么特殊加上 我这台大致和K20 Pro差不多 全处顺序读写不符中望 毫无疑问综合第一 4KB随机读取史上最强 随即写入也不算怂 符合应有水准 安兔兔457264应该也是存读加了份 综合分值甚至比肩骁龙855plus 卢大师综合同样如此 知识除了VR类显遍地 工作效能与之前咱看过的三星S11 较为接近 3DMark中规中矩855正常水准 2R10分钟压缩测测试 也是妥妥的第一梯队 试外25摄入条件下 安兔兔15中压力表现还不错 在我们社会的机器中处在大致中部位置 正面最热处40.8摄氏度 背面最热处40.9 整数烤机几乎同样如此 正面最热处40.6 背面最热处40.7 周身边框最热39.3 整体都不算高 性能释放也没有遭遇 由于温控过于严苛而降频的情况 GPU Flops5分钟顶级压力 这回温度基本算是彻底拉起来了 正面最高46.5 背面最高47 边框最热处44.4 感觉NOS Plus 相对于高继承度 以及紧凑的内部空间来说 三者拿捏的还是较为可以的 正面温度也始终没有超过背面 这其中 轻量化的金属机身材质 以及大面积的石墨等的使用 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游戏方面 本次NOS Plus也搞了一个 类似游戏模式的游戏助推器 不过目前功能上相对还是比较基础 也较为原始 我这版即使画中画 也还得在游戏黑屏状态下 才能展开 仍存较大提升空间 《王者荣耀》中 本次前摄由于居中的设置 已基本完全避免了 在手中犹如用平板在游戏一般的观感 还是很有冲击力的 刺激战场 这里默认情况下 同样也不会出现明显的遮挡问题 充电按键不会影响触摸 如果实在觉着别扭 稍微移动下按键即可 帧率表现 这里必须先说明一下 由于测试的时候恰好赶上一波更新 导致无法锁定60帧模式 中途会自动回落45帧 必须重新手动调回 绝肥手机问题 刺激战场一局游戏20分钟 由于刚才说的情况 平均帧率以及波动 也就没办法确定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 Note10 Plus的整体表现 还是十分不错的 除了游戏自动跳回45帧封顶的时候 基本都能维持在589到60帧之间 标车可能出现偶发瞬间波动 但整体来看确实也较为平顺 目测平均波动也就是一帧 不会超过1.5 试外25摄出条件下 屏幕亮度50% 外放音量50% 4G网络刚才这局游戏 消耗电量11% 4300毫安时电池 粗略等值电量大致473毫安 2K分辨率的性能模式下 个人感觉这个输入可以了 机身正反面最高温 同样为42.52度 边框最热出仅为41.4 同样OK 整体来说 本次的4300毫安时电池 即使全程性能模式 倒也不至于尿崩 只是正常使用 反正最多也就是一天的量 充电方面 由于我这个先行版 没带原装充电组合 只好随便自己配了一个 实测还是相当牛逼 1%电量起充 峰值功率大致27瓦 10分钟充电22% 30分钟62% 36分钟左右充至70% 功率开始明显下调 此时机身正反面 最高温分辨为36.9 以及37.9摄氏度的温热状态 都不算热 1小时充电94% 充至100%耗时 1小时08分钟 完全充饱耗时 1小时23分钟 表现出色 不过当然 这个也仅限于PLUS版本 常规版就没这么快了 此外 Note10系列均对无线充电 以及反向无线充电提供了支持 简单总结下 Note10系列对我个人而言 最大的遗憾就是 去掉了我最心爱的心率血氧检测 这个东西虽然看着好像没啥卵用 但其实迷之好用 尽管本次Note10 也尽可能挖空 心思努力去探寻 自身与S系列的差异之处 比如愣是又给触控笔加了隔空手势 更大的方正造型 也让屏幕仿佛更适合写画 但实质上当你冷静下来 仔细思索 似乎除了充电 日常情况下 对一般的用户而言 当真并不会察觉到 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区别 只能算是人群的进一步细分与划定 比方你说你就是对这种 高水准的触控笔操作有刚需 还非得在手机上用 平板显重不方便 或者说我就看中这块大屏幕了 够大够爽够贵 那就没得调了 只能Note10 反之个人感觉S10 Plus就已然足够出色 似乎并没有十分的必要来选Note10 那我觉得不如上S10 Plus 如果说你非Note系列不要 那就直接上Note10 Plus版本 顺便连5G也甭纠结了 一步到位没啥可挑的 作为三星人眼下最为谨慎小心的高端产品 只要你预算重配 那就没有问题 三星的头持目前正在京东商城 预售当中 还有六期免期 喜欢的同学不妨关注一波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 由于只有一天时间十分的倉促 可能很多地方并未熟透 还请观众老爷们多多包涵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我是JD大猪哥 我们下期再见